欢迎回到东大技术高中英文频道,我是Amy 接下来我们要讲解课文的部分 在课文讲解之前,先看一下课前活动 Please turn to page 2 Lesson 1, The Island Made of the Sea 由海洋做成的岛屿,指的就是我们美丽的宝岛台湾 台湾四面环海 Do you know where these activities are held? Or places are located in Taiwan? 你知道以下这些活动是在哪里被举行的吗? Are held, be held就是被举行的意思 或者这些地方是位于哪里呢? Are located就是位于什么地方的意思 Match land, on the map Lam在这里只是前面的activities跟这些places,地方做配对 好,那我们先看一下A这个活动 Oyster farm, Oyster就是牡蛎,鹅啊 A的田是在台湾的哪个地方呢? 好,那我们看一下就是在彰化,王宫这个地方 在我们课文里面也会提到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二个 B, Whale and Dolphin Watching Tour Whale的话是金鱼, Dolphin是海豚 赏金赏海豚的行程是在哪里呢? 就是花莲 所以我们在这边写上B 好,接下来是Burning Water Lanterns 放水灯的活动是在基隆举行的 所以是C 那关于放水灯 通常呢都是在中元节前夕 普渡的前夕 7月,农历7月14号的时候举行 那放水灯呢是超渡亡魂 水灯的目的是用来通知水上的孤魂野鬼来参加法会 好,那这个就是跟我们台湾中元节的习俗有关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看一下 猪,D,South Hills,盐田的话呢 通常都是在台南 E,Twin Hearts,Stone Whale 这是在澎湖的双新石户 你看它这边有两个爱心的图案 好,那接下来最后一个水上活动的话呢 Water Sports,当然就是在我们的canteen 肯定啦 好,这几题的答案同学都答对了吗 好,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看到我们课文的部分 先看一下我们的课文脉络 Introduction第一段 讲的是YouTuber介绍台湾与海洋的紧密连结 预告影片接下来会带大家认识台湾各地的海洋文化 接下来是八底主体的部分 二到四段呢讲的是 介绍新北供僚有许多食物 然后台湾中部有养殖牡蛎 是在彰化王供的地方 那第四段是提到屏东东港人的习俗烧王船 最后一段呢是Conclusion影片的结尾 好,那我们就先从第一段开始看起 欢迎来到最新一集的岛屿探险家 注意一下他这是一个模仿一个YouTuber的语气 来开始我们这一课的课文 所以就是让仿佛呢 我们是进入了那个YouTube频道 在观看影片的感觉 好,那这边他说欢迎来到最新一集 Latest的最迟的就最新的意思 那我们看一下Late的词类 的比较急跟最高级的变化 Late迟到的 Later时间上比较晚较迟的 Latest时间上最后面最新的 那另外呢还有一组变化是 Latter L-A-T-T-E-R指的是顺序 顺序比较后面后折 或者是顺序在最后面 Last L-A-S-T就是最后的 好,注意一下这两组的变化有所不同 那Episode就是我们这一课的单字 一集,一集,影片的一集 那这边Island Explorers 写体字是这一个YouTube频道的名字 叫做岛屿探险家 As we know, Taiwan is an island So the ocean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local culture As,如同我们所知 注意一下这个S在这里是当作连接词用 连接两句 台湾是一个岛屿 Island的话是母音开头 所以这边是an,an island So,so又是一个连接词 所以又在连接前面这个句子 海洋呢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in 在哪一方面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 在当地的文化里面 Local culture 好,那我们注意一下这个片语 Play a role in 就等于play a part in 这个role可以替换成part 那这个形容词的话呢 可加可不加 这边我们加上significant重要的 这个形容词放在前面 好,接下来我们看下一句 Besides, there are many spots deserving of visit along the coastline Besides,除此之外 There are,有没有的有 有很多spot是景点的意思 那因为这里有很多复数 所以这spot词有加上s 怎样的景点呢?值得意游的景点 along是沿着 沿着海岸线有很多值得意游的景点 注意一下这个layer is layer r呢 就是我们这一课的文法句型1 那这文法句型的话 注意一下 当这个名词是复数的时候 我这里必动词用r 那如果这名词是单数或不可数 这里必动词用is 那后面这边这个ing的话呢 其实是一个关带子句的省略 所以我们这边呢 可以把它改写成 There are many spots that deserve a visit 那that省略掉 关带省略的话 deserve就会变成ing 好 所以这边呢 同学就可以写上 deserving就等于 that deserve 两个字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下面 in this episode we drove along the coast to experience this ocean culture 那在这一集里面呢 我们将开这个drove 就是动词的三态 drive drove driven 是开车的意思 驾驶 along 沿着coast 海岸 to后面表目的 为了来体验海洋的文化 experience 动词是体验 名词是经验 那这边放在to后面表目的的话 这边是动词的用法 作者呢 在第一段呢 引出这个影片的主题之后 好 那就是接下来呢 就是到第二段 就是沿着各个景点来做介绍 好 那我们看一下第二段 We left Taipei in the morning to set out on our journey to共聊 所以他们第一个景点呢 是前往台北共聊 前往新北市的共聊 好 这边我们离开台北市 台北市 set out 启程 启程 然后on our journey 前往我们什么样的旅途 journey这里可以替换成trip 然后to什么地方 共聊 There are stone houses that have stewed for hundreds of years 为什么要去共聊呢 因为那边有石头屋 已经树立了好几百年了 好 那我们看一下 这边有一个layer is layer art 有没有的用法 它后面呢 搭配的是附数名词 houses 所以前面B动词用R 然后这边的话 就是用关带子具 来修饰形容这个房子 这个石头屋是怎样的石头屋呢 已经在那边 好几百年的石头屋 好 那这里的话呢 我们一样可以做替换 我刚刚有说 这个关带子具呢 我们可以替换成 Ving对不对 所以这边如果把that去掉 have去掉的话 stood的可以直接变成standing 好 所以这边的话 我们就可以替换成 那这边呢 太特别注意一下 这边用的是一个 现在完成式的用法 所以后面搭配了 4加一段时间 表示从好几百年前 一直延续到现在 好 这个石头屋已经存在很久了 好 那我们这边再讲一下 100的用法 100是百 那加一个s就是好几百 好几百年的 接下来看下面一句 Because of the strong seasonal winds there the houses in供僚 had to be constructed of strong materials like stones to prevent them from collapsing because of是因为有余的意思 因为有余强烈的季风 season是季节 加上al变形容词 好 合起来就是季风 供僚的房子呢 必须被建造 用什么材料建造 be constructed of 就是用什么材料建造 strong materials 坚固的材料 strong是一个很强壮的意思 那这边来形容材料的话 要翻成坚固 material就材料的意思 like像什么呢 像是一个介细词 像石头啊 这样的坚固材料 to表目的 prevent 避免 lam指的是这些房子 the houses 指的是上面讲的the houses 避免房子不要倒塌 那这里做一下 避免房子的用法 后面搭配from 再加ng 好 那这边呢 我们就看一下 这里有几个用法 be constructed of 就是用什么建造而成的 好 像这边的话呢 它就是用stones and rocks 石头跟岩石建造而成的 所以我们可以说 the houses in供僚 are constructed of stones and rocks like的用法 like后面加名词 就是举例 like一个字 等于such as 两个字 或者是for example 但是注意一下 标点符号的不同 如果是like或such as的话 后面这边是可以不用斗点的 但是如果是for example的话 前后都必须要斗点 好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prevent的用法 prevent 名词 不要怎样 后面加名词 ng 像这边是prevent 这些房子 避免这些房子 不要怎样 倒塌 后面加上ng 好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下一句 we ask an elderly man for more details about these buildings 我们向一位老者 一位长者 询问有关这些建筑物的细节 ex某人 for某事 注意下这是一个授语动词 后面加上两个授词 ex某人 询问某人 为了什么事情询问他 那我们也可以说ex某人 ex ex某人某事 那这边的话注意下 这个人 elderly man就是长者 那因为他是母音开头用and 然后detail可以加上s did you notice the thick walls and windows 好 你有注意到那厚厚的墙壁跟窗户吗 thick的话是很厚或很浓的意思 那thick的相反词是什么呢 就是thin 薄 好 这边呢 我有把这个相反词呢 打在这里 宝是thin 后是thick thick 好那接下来我们看下一句 the reason that we built thick walls is that they are meant to block the waves 这个理由 怎么样理由 为什么我们要盖这么厚的墙呢 这个that呢 这个名词指句可以替换成why the reason why也是可以的 那这个理由这个名词指句呢 就是当做这个理由的修饰前面这个理由 当做他的同位语 理由就是后面这句话 理由就是这个第二个that指句呢 是当做主词补语补充说明理由 所以这边呢同时有用了两个名词指句 第一个名词指句是理由的同位语 第二个名词指句的话是这个前面的主词的补语 好那这边的话呢 注意一下 这个这两个that呢 我们都不要做省略 好他说我们盖这么厚的墙的理由 就是类指的是这个墙 而main to用意是用来做什么呢 这是我们这一课片 block阻挡wave海浪 好那这边的话block是当动词用 那wave呢是可以加s 好那我们注意一下那个动词的三态 这个build的话呢是过去式 那它的原型是什么呢 bui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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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造的意思 好你也注意购苗那个地方呢 是位在海边 所以海浪常常会很大 那如果海浪整个冲上来的时候呢 可能会冲到房子里面 所以这个后墙呢是非常非常的必要的 however if sea water flows into the house the people inside can get out through the windows in the back of the building he told us 好然而呢 前后与一想法用however 然而如果海水呢 淹进去屋子里的时候 然后在里面的人可以出去逃出去 through 透过什么逃出去呢 透过后面的窗户逃出去 好因为有时候如果是风雨太大呢 海浪整个海水倒灌 例如说台风来的时候 那真的后墙也挡不住的时候 至少一个逃生出口嘛 好那这里讲的呢 都是未来可能发生的事 所以它前面这个if这里用的是 现在是flot三单加s 然后后面呢 这个是用can 所以这我们就不要用过去式 因为这个是一个假设语气 那我们再看一下through的用法 through的话是穿过透过的意思 好所以这就是说 透过穿过窗户逃出去 那如果是throughout是遍布的意思 例如说遍布全世界 throughout the world 那如果是though 是连接词虽然等于 although 放在句尾是然而的意思 那如果是thought 有加个t是思想 是think的 pp或过去式 pp或过去式 或者是名词 好所以这几个字呢 长得非常非常的像 那只是拼字有点不同 那意思也不一样 所以同学要特别注意哦 好接下来我们看下一句 in order to stay alive humans always have to adapt to nature and these stone houses are great examples of this in order to 放去手表目的 为了后面加原动 stay alive就保持活着的 人们呢要必须适应自然环境 adapt不是adapt一个字要 adapt to两个字 好那后面加上nature名词 这些石头屋呢 就是我们人类呢 呃跟大自然搏斗 最好的例子 对不对 好那这边stay 后面加上形容词alive 形容词放在后面 保持活着的状态 好接下来呢 我们看第三段 第三段呢 我们就是继续往南走 next we travel to王宫 呃这边的话呢 travel是当动词用 旅行到什么地方 继续使用途 it is famous for oyster farming and visitors can taste a wide variety of oyster dishes here it指的是王宫这个地方 以什么出名呢 oyster farming 养殖牡蛎出名 而且呢 visitors 访客 观光客 可以taste 品尝到 a wide variety of 就是各式各样的 oistradishes 牡蛎的料理 diche是一道菜 那这边是指很多道菜 所以我们加上了es 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重要片语 a wide variety of 就等于a wide range of 或者是等于一个字 various 各种的 好所以这边我们可以替换成 a wide range of oistradishes various oistradishes 好这些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好那这里呢 我们再做一下 be famous for 这个片语 以什么 世纪出名 介细词搭配for we ordered an oyster omelette oyster thin noodles and crispy fried oysters for lunch 我们点餐 这个order是点餐的意思 点到哪些料理呢 oistradishes omelette就是 蚵仔煎 oyster thin noodles 蚵仔米酸 还有crispy 酥酥脆脆的 fried oysters 炸蚵仔 for 当做午餐 好这边就是固定用法 用for 所以这些就是他们所点的 oistradishes 就是牡蛎料理 they were all super delicious 好这些料理 这个类子都是 oistradishes 所有料理都超级好吃的 after finishing our meal we went to see sculptures made of the oyster shells 在吃完完的午餐之后呢 我们就去看 sculptures 雕塑品 是被有什么做成的呢 牡蠣壳 好这边做一下 after后面加上了ing finishing是因为 所以finishing一个字 等于we finished的两个字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改写成 after we finished our meal 这样也是可以的 那这边做一下 sculptures 雕塑品是怎样的标作品 被有什么做成呢 其实是神略的关带纸具 which were 两个字 which were made of 所以我们这边也可以把 which were再加回去 owster shells shell就是像贝壳的那个壳 那这边指的是牡蠣壳 好这边呢 我们补充一下made的用法 who be made of 什么材料 这个东西是由什么材料做成的 如果是物理变化的话 机器词搭配off 像这个胶塑品 是由牡蠣壳所做的 是一个物理变化嘛 本质不变 所以用off 那如果本质改变 是一个化学变化 我们这就要改成fram who be made from 什么材料 好这边呢 我有举了 两个例子 the chair is made of wood 这个椅子呢 是由木头做成的 这个是一个 本质不变的 所以我们这用off wine is made from grapes 酒是从 胡桃做成的 那本质已经改变了 有发酵过 有企划学变化 所以这里的 借气词就用fram there were also some walls decorated by these shells 那还有一些墙壁呢 是由这些贝壳 所装饰成的 这里的壳指的 当然也是牡蠣壳 这里做一下又是我们layer 有的用法 只是它这边用的是过去式 there was there were呢 是指过去有 那一样单数用was 复数用were 好那注意后面的 关带纸具的关带 是可以省略的 然后只留下pp 所以我们这边的话呢 它是已经省略掉了 所以它就只有decorated 直接加上pp 那这边呢 注意一下 因为是被动 所以是用pp 那如果是主动的话呢 就是会用ing 那有些同学呢 常常会搞不清楚主动被动 其实我们可以用这个by来判断 通常这个by的前面 要用的都是被动 被有什么做成 好那接下来呢 我们看一下下面 these works of art combine nature creativity and recycling in a brilliant way 这些艺术作品 works of art 合起来就是艺术作品 注意一下work呢 当作作品的时候可数 当作工作的时候不可数 那这件事作品 所以加S combine 动词结合了 nature 自然 creativity 创意 还有recycling 回收 以一个什么样的方式 做结合呢 in 点点点 位 就以什么方式 brilliant 我们这一课的单字 就是出色的方式 in a brilliant way 用出色的方式 好 结合了自然 创意跟回收 真的是蛮厉害的 though 王宫 is a small village 虽然王宫 只是一个小小的村庄 it allows visitors to fully experience the special oyster farming industry and life it只是王宫 这个小村庄 allow 允许 某人 去做某事 允许我们的观光客 fully 这个副词是修饰后面的 experience 体炼 fully 是完整的 很完整的体验 这特殊的养 养牡蛎的 产业跟生活 industry是工业产业的意思 那这oyster farming的话呢 就是变成一个复合形容词 就养牡蛎的 养鹅啊的 好 那这边我们再看一下句型 lo的句型 lo等于o lo while 虽然的意思 中间加上do点连接两句 allow的用法 allow某人 to do某事 就是允许某人去做某事 做一下统策有考过这个后面这个2V 非常的重要 最后一句了 no wonder so many people recommend visiting this place 难怪那么多人推荐要拜访这个地方 那我们这里注意一下 no wonder通常是放在句首 然后后面再加一个完整的句子 那recommend推荐 后面可以加上ing visiting的话就是拜访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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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siting的话就是拜访的意思